台北汽車這樣走很爛 那要落後不落後 出一個是頭這樣 又濕又熱 找整半天找不到 那個大哥等一下洗車來問一下 好嗎 大哥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 你如果沒有水手 我會叫你女兒子 你真的怎麼做到這樣 唉唷 唉唷 這手也是喔 唉唷 唉唷 什麼手都有啊 對啊 你會熱嗎 我來車上 沒有放冷氣 比較涼 你裡面還有很多嗎 有啊 好啊... 嗨 妳好 嗨 妳好 嗨 妳好 妳在劇毒喔 都要一樣 擺到這麼多 來來來 上來這邊坐 你們車上都弄得那麼方便喔 唉唷 妳這摔哪一幾顆啊 很多顆 小姐妳的也是耶 哇 還有十九九的 妳這怎麼弄呢 這個 這個指甲是整片黏上去 然後再塗嗎 它是用特殊的容器跟水晶粉 直接套在上面的 所以是整個 附著在上面 所以不是整片貼的啊 是 這邊 唉 想不到 要找用手臉小的個人 竟然去遇到這段 熱愛直甲彩繪的婆婆媽媽啦 聽他們說喔 原本這台車是 用來做最好的用途 可以去騙車 或是人坐的地方做行李 因為行李越做越好 客人也很棒 慢慢把直甲彩繪的行李 鑽在工作室來做 現在這台車主要的用來 是做技術交流的用途 雖然每一個商店 真的做得很漂亮 但是對我這個 統統五秋以上的男主婦來說 真的是一點興趣都沒有啦 我太浪費比較好 好 謝謝喔 拜拜 沒有啦 董哥 什麼彈彈子彈 你跑遍大江南北 我帶你來試試一下 試試一下 等一下 給你經歷經歷 沒有啦 十五個小孩讓你做這個 兩年 兩年 你從車竿都十五個小孩 我一人家要做而已 我回來吃完會把你煎餅很漂亮喔 我還要這麼漂亮 喂 秋實啊 現在要怎麼把它處理啊 你整個泡下去 秋的耶 很燙嗎 不會啊 很舒服 很舒服吧 我擦得就是淋水耶 我在開機器喔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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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到這一個客人座來換我們臉 還有什麼病便都到我們的手上 你才傳染給別人 所以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睡覺的人 腳進比較熱水 血液在下面流動比較快 腦這邊血液會比較少一點 就比較容易睡覺 現在就這種感覺很舒服 很舒服 喂 你這支是在加大象的尖角嗎 沒有沒有 這個是腳 這是從日本帶回來的 比較特殊的工具 我的腳指甲也不需要用到這個吧 沒有 有的人像一些媽媽 他的腳很厚 腳指甲很厚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特殊的工具 幫他剪短 這樣子嗎 對 你一般的指甲刀沒有辦法 這腳也是要靠那個腳指起來 對 兩腳都要做 哇 多挑戰 這每個人都會有的是新陳代謝好不好 對 新陳代謝 很多人都很害怕被人家剪指甲 因為那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事情 第一次當認識的人 剪的那種感覺很擔心 那可是剪下去之後你就知道說 哇 原來秋蛇跟他太太 他們其實有很多年的經驗 然後剪指甲的器具其實很欺貝 所以慢慢慢慢當你把心情放輕鬆的時候 就會開始享受被人家處理你的腳指甲的過程 所以你沒有被剪過指甲 也沒有來過這種指甲處理的店喔 我會怕 你會怕嗎 你會怕嗎 秋蛇 哪裡 一同堵到剪刀的外面 現在是要處理腳指縫裡面的藏汙納鬥 因為這個就是灰指甲 有灰指甲 這個就是灰指甲 這個就是灰指甲 真的假的 好 灰指甲 旁邊 精采來了 旁邊要來了 哇 那直接銅進去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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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還好嗎 欸 男生來用還真不錯 還不錯喔 因為我們平常很少在保養指甲 這種 織末節的小事情 對啊 一般客人我幫他修過 他還會繼續再來找我幫他處理 因為我比較不會不必要的地方 他硬要把他抠掉 喔 喔 這位秋色處理精革的工夫 比較厲害啦 連一般人經常出現 擋家的問題 他都可以解決 因為腳對一般人來說 是比較衰人的部分 原本是婚紗攝影師的秋色鑽 變成專業美甲師了 後 竟然連女母的客人都指名他來服務 可見他真正是放多少 苦心跟台東來經營這項事業 我聽的秋色說 說你十幾十年前就開始做這個 是啊 十年前台灣不流行 為什麼你會想要做這個 之前在婚紗店上班 那有看到一個新娘子從美國 戴這個水晶支架灰 對啦 那這種指甲片貼上去 它很容易脫落 你洗個頭啊 拉個裙子啊 對 它可能就剝落掉了 那我看他的指甲 是完全服貼在指甲面上的 那才引起我的心去去 所以你跟秋色算青梅竹毛 在婚紗店 在婚紗店認識的 所以移攝影師 你做造型 我是做門師小姐 門師小姐 對 跟客戶做街角 剛開始做的時候 一般台灣的接受度怎麼樣 你當初做很辛苦 因為跟人家講水晶指甲 人家是完全不懂 不知道客員從哪邊來嗎 我們晚上就 必須開個行動車出去 招攔客人 台灣水晶指甲的流行 也才短短的兩三年 不過秋色夫妻倆 早在十年前便 已經由婚紗夜轉行 做水晶指甲的事業 大姐告訴我 起初是到日本 花了好幾十萬學技術 但是因為台灣 當時並不是很風行的情況下 生意並不是很理想 但好在老公的支持 加上自己的堅持和努力 終於在這幾年 慢慢的穩定 夫妻倆也逐漸在業界 成為頗具知名度的美甲石 你看這真假 你是鸚鵡嘴嗎 怎麼打到這樣 沒有啦 因為碰化學藥劑 然後它會清除我指甲 碰化學藥劑 你是做什麼的 護士 護士喔 所以你今天來處理這個指甲 因為我之前是吃藥物 結果吃到後面就 吃了半年都不會好 我本來十隻都沒有指甲 本來是十隻都沒有指甲 對 其實最原本這個水晶指甲 它並不是在戴漂亮的 它是在矯正指甲用的 所以你說 現在你戴這些水晶指甲 早期是在矯正指甲 對 它不是在大漂亮的這樣而已 對 如果說有剝指甲習慣的人 最好就是把它戴起來 那你一方面可以戒掉你剝指甲這個習慣 養指甲這個習慣 那一方面你也可以讓裡面的指肉長長 縮出來之後把它定型 那大概矯正三個月之後 指肉它長出來之後 以後水晶指甲卸下來 就會變成我們自己的指甲這樣子 所以這個現在看到中指這隻 是已經恢復的差不多了 對已經長了很長 它這個是長了一半而已 對 哦 我來喔 阿道喔 你看我手 我這也是在矯正 一直在矯正 喔 大哥 你身材還不錯 眼睛穿到每一塊 眼睛很著名 眼睛很著名 你天生是用扁平指甲 所以這也算在矯正 是 這矯正是什麼意思 你的眼睛可以修長嗎 比較不動 比較不動 所以一般的指甲比較寬 像我們這是比較長的 比較寬 我會這個往外擴張 會去重甲 會去砸到肉 所以它矯正到它 不會去砸到肉 對 你說實在有 你如果叫我這樣做 我會 我會會抱歉 但是這個 小年輕人 年輕人 那種算很 很炫 很特別 最主要的 水晶指甲 是在做指甲矯正 我覺得 讓我對於做指甲 彩繪這個工作 做這件事的人 有另外一種想法 想不到他還需要矯正 這樣不會有些 擋架 發熱的情形發生 阿妮 這東西不是弄起來 工作什麼都不方便 但弄這個 不會覺得很來用嗎 不會吧 因為會隨你自己的 你會自己去懂得去改變 為了美 為了漂亮 愛水物流水 有啦 但是做這個 你會知道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調整指甲 我知道 因為我懶得每天我去修指甲 我又是容易歸裂的 所以做指甲的話就 不用說每天回去都要修 讓人家看起來也舒服 所以流行的過程 順便讓人家修指甲 保護你的指甲 是啊 就時尚的一環啊 你和你指甲做過那麼多次 有沒有被男生的師傅做過 他真的沒有 沒有喔 秋澤你自己知道 在這邊這個行業裡面 有男師傅 有 有多嗎 比較少 比較少 原因是什麼 有的人他認為這是女兒子的東西 其實我們台灣只是說 沒有那麼普遍 你像日本啊 還有韓國啊 他的那個男的美甲師都是很厲害的 是喔 對 都是Pro級的 所以我是想學 他也是這樣跟我講的 大姐 從當初秋澤是在做攝影師 跟做設計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做女人這種指甲 男生對指甲又是最沒感覺的一種動物 其實攝影的話也是一個美的行業嘛 那其實我覺得應該也滿相關的 那只是說 畢竟這一行是我先投入嘛 那我也是把它想說 終生一個事業 所以我希望做我們兩個父親一起在這一行發展 看似時尚的美甲師 其實在工作上會遇到許多職業傷害 像是勢力的減退 或是長期吸入過多的粉塵 導致肺部受損 不過秋澤夫妻倆 還是執著於這項充滿藝術 及創意的工作上 因為看見客人愉悅的神情 那股成就感是支持他們的原動力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會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夢想 但是你是否也和他們一樣 認真打拼的朝夢想之路前進著 在這次的故事裡 李大哥用踏實的雙手 創造無花果的農業奇蹟 吳大哥那雙挑戰一切的雙手 創造出藝術的無限想像 秋澤夫妻倆用創意的雙手 描繪出指甲的美麗世界 我相信只要有夢想肯努力 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